番茄汁一样可以补充水分和盐分 而茄红素它还有助于消除疲劳 但一样啊 市售的单喝还是浓度太高 一样啊 水番茄汁的比例是2比1 夏天啊 一年比一年热 每次出个门啊 空气闷热到啊 看远方啊 连薄油路啊 都晒到变软绵绵的 但这个时候啊 外出工作或乞讨啊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啦 你如果出现头昏脑胀 疲倦无力 甚至呕吐体温高 口渴了即使喝水也无法解渴等等 如果是这样 恭喜你 你中暑啦 中暑之后那种昏沉感啊 没有力气啊 它非常难受 现在啊 七七老大就来教你几招 中暑的快速缓解攻略 来第一个 该喝什么 第一个 运动饮料 里面啊 有水分有电解质 但是啊 市售的饮料它太甜了 浓度很高啊 渗透压很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啊 把水和运动饮料参在一起 水二运动饮料一 能快速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身体啊 它可以直接去利用 缓解中暑 来第二个 西瓜汁 西瓜汁啊 它具有清热解暑 生津止渴的作用 但如果啊 你血糖过高 那你就可以用啊 西瓜脆衣煮水来喝 也就是啊 西瓜肉和西瓜皮 交界的那一个白色的部分啊 它啊 清热生津的效果啊 比西瓜肉更好 再来第三个 是番茄汁 番茄汁一样可以补充水分和盐分 而茄红素 它还有助于消除疲劳 但一样啊 市售的啊 单喝啊 还是浓度太高 一样啊 水番茄汁的比例是2比1 第二招叫做 该怎么刮 中暑啊 在传统医学上啊 它认为是啊 暑热之气 集中在我们的头面 以及颈部 刮沙啊 可以去刺激啊 体表的经络 把热气给打通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有效 只要大家把下面几个注意事项做好 刮沙的第一件事情啊 各位可以去夜市买一些水牛角 或者是刮沙棒 以及啊 这种陶瓷的汤匙都可以 要开始刮沙之前啊 先在自己的脖子啊 肩膀啊 涂抹一些些的凡士林啊 避免会刮伤 沿着中间的一条 叫做督麦 从脖子刮到背 然后旁边的两条叫膀胱肌 更旁边外侧的 叫做胆肌 沿着这五条去刮 然后单一的方向 由上往下刮就好 每处大概刮20下左右 稍微有这样子 深红色的一些斑条就行了 力量 均匀适中 你不要忽轻忽重 刮沙的淤血啊 原则上会持续三到五天 所以啊 一周刮一到两次 它就有很好预防 和改善中暑的效果 再来啊 透过去按摩几个穴道啊 来 百慧穴啊 它在头顶的正上方 按摩它啊 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啊 促进一些热气的排出 也可以啊 改善昏沉 河骨穴 它可以啊 帮你疏散风热 缓解啊 你头脏 头闷的不适感 然后啊 每根手指头上啊 正中央的啊 石宣穴 是古人啊 用来放血去热的 我们啊 非专业啊 一般人不用放血 直接啊 按摩即可 一样啊 可以去改善啊 你中暑之后 失之无力 疲倦昏沉 无论你是 已经中暑 还是想要 预防中暑 只要你做到以上的三件事情 然后啊 多休息 多喝水 尽量穿着宽松 并且切记啊 你中暑了 不要直接喝超冰的饮料 微凉即可 吹冷气也是一样 不要直接吹到风 只要你照着做 改善的情况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 像现在啊 我们进入夏天了 你就可以多喝一些 青草茶 麦茶 吃一些瓜类 或者是啊 绿豆汤 都可以帮你清热消火 避免中暑的发生